海外加油 海外加油 海外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宏都拉斯 回程过境美国旧金山 上百名侨胞戴着口罩隔着护栏 热情挥舞着两国小国旗 以及Q版赖清德的笑脸看板 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默剑 也第二度亲自礼遇迎接 在驻美代表萧美琴等人陪同下 赖清德的坐车抵达下榻饭店 下车后他也点头微笑 传递问候与感谢 气氛相当热络 高兴的时刻 我们在海外会全力来支持台湾政府 赖清德这次以总统特使的身份 率团参加宏都拉斯首位女总统 卡斯楚的就职季宣誓典礼 这次外交任务 赖清德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留下台美副总统第一次 在国际场合同框的画面 也与卡斯楚举行双边会谈 制赠防疫物资给红国 清晨接近尾声 赖清德回程过境旧金山 与侨胞的热情互动 也为这次最重要的外交任务 划下名号的句点